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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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各位好,歡迎來到專載新西蘭頻道 那今天是周末,正在做這個早餐 MING PAO TORONTO 現在呢,準備出去 邦一位朋友搬家 他們準備搬到西區那邊去 那今天去幫他們一下 哈囉 進去 進去 我剛剛給他做的那個結紮的手術 啊 結紮啦 天啊 打死不管 也不打掃一下搬走了 這也叫打掃了 好吧 一點都不負責任 你遇上不靠譜的租客 真心麻煩 我明天自己在那 你到時候你這房子還要還給房東 你很多東西還要收拾整齊的呀 好事多摩吧 搬家都是大工廠 哈囉 四月 然後我跟著你了 哇 挺棒的耶 這個廚房我好喜歡 很棒 當時我看了這個廚房的時候我也很喜歡 很棒 嗯 這外面還有個deck 對 你們家狗狗 有這麼大的一個操場 你這裡還可以放個沙灘椅之類的 四百這裡是四百一十塊錢一週 四百一 包水口包網 在哪裡找到的 呃 微信群裡面 因為之前住在這裡的學生就很很亂 我第一次來看這個房子的時候 我走進來 就是你知道 客廳好 客廳是三張床 三張床 客廳是三張床 客廳是三張床 不管瓢盆全在地上吃了的spaghetti 老乾媽 你就你就腦補一下那種畫面 然後我進了他們房間 我更亂 就 新西南哈 租房其實不光是新西南 哪裡都是 就是會遇到一個很 就是說很奇葩的現象 嗯 很多學生會各種罵房東 對吧 說你收費這麼 就是一個房子 那麼貴 那麼貴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嗯 不提供這個不提供這個 但是實際上 我今天就問你們每一個留學生 你們真的住進去以後 有把他們的房子 像自己房子一樣對待 那從房東的角度考慮的話 就是你自己都不把自己這個家當家對待 你弄得稀巴髒 然後很多東西有可能還弄壞 那不好意思 我就 我寧肯收你貴一點 反正這種在國外生活 我發現誠信是第一的 就是你 你要讓別人相信 你得做到位 就像住我家的房客 他說他燈泡壞了 我幫他買了個燈泡 他告訴我我不會換燈泡 我還放上去換燈泡 我的天哪 出國 一個還是要自己獨立 另外一個就是租房子這些 房東贏 是很正常的 因為 他花了那麼多錢買一棟房 對 然後租給你是一年 他這房子還要生活好多好多年了 就想想他他的房貸 比如他一個一個星期要還多少房貸 對吧 他為了還房貸他才出租房 情有可原 可以 但是你把那個就是你付的那個錢 進了他的房貸 實際上他本身沒賺錢 但是到頭來他會發現 他你造成的損壞 哪至於高到的一兩千紐幣的時候 對 你換位思考 是你你開心嗎 而且現在有很多事情是 不發生沒什麼支出 一旦發生保險又不賠 對 那這個支出是很貴的 所以我房東就是 有時候是敏感的一點 但也是房患於未然吧 其實我覺得我找到這個房子還不錯 找到這個房東也 那這樣唄 OK 我現在就先回去 然後呢 晚一點你們就直接過來就好了 OK 晚點見哈